在国内景气接连亮出蓝灯之后 今天金建会发布了6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 第8颗蓝灯亮起了 并没有如外界所预期的好转 综合判断分数看5月是相同的 仍然是维持15分 金建会形容景气的走势像个平底锅 复苏依旧缓慢 外界先前预期6月份景气将出现转机 结果期待落空 金建会27号下午公布的景气对策信号 仍然亮出蓝灯 这是连续第8个蓝灯 蓝灯区创下1984年以来史上第4场 综合判断分数依旧维持在15分和5月相同 因为领先指标跟同时指标都是趋近水平 表示说也没有明显的向上的力道 但是也不至于下滑 可能会在底部稍微有点波动的情况 不仅当前景气未好转 未来经济复苏也将步如预期 金建会形容未来景气走势像个平底锅 缺乏拉升景气的力道 全球的经济方面 欧债危机是潜存的风险是很高 那美国的经济表现又不如预期 那再加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又明显的降温 这些使得全球经济在短期内是难忘好转 展望下半年除了对出口看法保守 金建会对消费成长也不看好 统瑞兵认为股市量能萎缩 实质薪资未能提升 影响消费意愿 联合影音 郑月宁 黄一金台北报道 澳一金台北报道 上 состо开换了 三位